大家好 月季在修剪之后呢 就会长出非常多的新芽新枝出来 但是呢 可能会有花友发现 这个月季的新芽新枝长出来的叶片呢 颜色慢慢的湿绿 有一点点发黄的迹象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至于这种情况啊 就是因为月季呢 出现了缺速的增长 也就是缺乏微量元素 之所以会缺乏微量元素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花后没有及时补肥 月季呢 本身它是洗大肥的植物 再加上它一直连续不断的生长 开花消耗的营养非常多 那么它开花之后消耗了养分 我们花后没有及时补充 那么它就会因为这个消耗过度而出现这个叶片啊 湿绿的情况 所以呢 养月季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肥啊 一定要给猪才行 特别是花后一定要及时补肥 一般花后用肥的话呢 我们这个时候要想避免缺速 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它用上一些有机肥 我一般呢都是用这个畜生长型营养液 因为这种营养液的话呢 不仅蛋磷甲充足 关键在于呢 它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微量元素 可以避免这个叶片出现缺速的现象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高温造成的 特别是像现在夏季啊 温度越来越高 那么温度高 月季根系的吸收能力就会大大的降低 根系无法正常吸收养分和水分供给给这个月片生长 那么月季顶端长出来这些新叶新枝啊 就很容易 而因为缺乏这个营养元素而出现缺速的现象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不能够给它根部追肥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它页面喷湿一点这个微量元素肥 这样呢 就能够有效感染叶片湿率的现象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月季啊 在养护的过程中 因为养护不当 导致根系受损 那么月季啊 根系受损 烂根了 那么它就无法正常吸收水分和养分 也会容易导致它的新叶新枝出现这个缺速的现象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的解决办法 同样是用上这个微量元素给它进行叶面喷湿就可以了 像第一种原因呢 我们可以采用直接根部施肥的方法来解决 但是如果是第二种 第三种原因 根系受损 你再来给它根部追肥的话呢 很容易造成这个根系受损严重 可能容易出现肥害对于月季的生长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这种方法只能够采用叶面喷湿的方式来解决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